網路局上映太揪心 看完得猶豫症 中國網路局上映真的好壞啊 顧海跟英子 這段季兄弟禁忌愛情的纏綿匪策 讓人好揪心又好虐心 網友就說 看完以後每天想出戀 衛福部莆治醫院身心科主任蘇博文 今年就有六個病患著迷追尋系列的愛情 卻發現現實的慘情 我顧海啊 從來就沒把你當哥們 我跟你睡在這床上 是因為我想上你 二十五歲的小禎就希望男友像顧海那樣熱情 跟男友抱怨反而吵到要分手 要吃二面要睡覺 哎 醫生說啦 找人討論分享煩惱才能真正走出魷魚陰霾 找音樂心理諮商多運動也能放送心情 網友還吐槽 有病看千千寶寶也會發作的 趕快去吃藥 你他媽是不是有病啊 嘿 我就是有病啊 有病就吃藥 你就是藥 不過中國已經下令 不准上演同志情節 嘿 現在網路看得好開心 不曉得還會不會有第二劑 我也是應該去吃藥